红莹很快消失,不知是已经跑路还是躲到哪里暗中观察去了。 一行人当作不知道这里有人,继续前行,接近乱石山。 离得近了,照常和才发现这个所谓的乱石山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。 想象中就是一片乱石堆,不会比一栋楼大。 越靠得近就越是发现这山其实不算小,不是一栋楼,起码是个颇大的小区范围了,倒是高度一般,整体显得较为低趴,像一只大乌龟趴在沙漠里似的。 而这乌龟居然还真有尾巴。 一条细长低矮的戈壁乱石,从山的北部一路往北延伸,通向北方远处矮矮的另一片遥远的山脉。 这乱石山压根就不是脑部中沙漠里单独崛起一片乱石, 它其实属于远处一座庞大山脉的尾部一小部分延伸到这里罢了。 赵长河心中一栋,这个特色有点明显,他见过这个山脉的图样。 当初原姓大师给的宝藏标记图,那不是一个区域的地图, 只是一座山脉标石,点出山脉之中的哪个位置进去能找到类似王家雪泥的气息,并未涉及到其他地理。 所以赵长河此前没想过地图上的山脉原来就在黄沙级北部, 还以为是什么遥远的所在,想不到这条线索居然就在这里。 这么看来,无论是袁三娘还是月红陵, 他们驻留与此很可能都和这个密的相关。 怪不得月红陵补给缺失都没舍得走, 估摸着发现了点什么,还约自己过来一起找。 这乱石山远远看去,居然能发现最下方的岩石边是有青绿色的, 居然是有草的,只是草很少,绕着石边长了一溜过去, 像是大乌龟长了点腹毛一般。 说是绿洲算不上,但证明应该有水, 只不过可能极为稀少也可能深藏地下, 不知道是否有采集饮用的法子。 从月红陵近期都驻扎此地来看, 估计是真能提取出饮用水的, 但应该不太适合族群聚居, 也无法形成吉茂地,始终就是一片荒山。 虎猎率种到了山脚,坐式挥手, 天色已晚,在这赞歇,吃点东西。 众人下马赞歇,靠在岩石上取出干粮清水旧时, 虎猎姐下绑在马上的梁家女子, 嘿嘿笑着就开始解衣服, 妈的憋了一路了,给老子爽爽。 众人围了过来吟笑,女子阴阴地哭。 赵长河感觉这演技还不如东京有点热, 场面倒是很像,不知道月红陵会不会上当。 月红陵躲在一处乱石之后, 从缝隙中冷眼旁观。 作为驰骋三个月的单人马匪, 这种十几二十人的队伍正是他惯常的目标, 确实不会老远看见就直接跑路, 但同样也不会因为人少就蠢蠢欲动, 会先做观察,判断能不能出手。 本来还需要猜测分析看演技等等, 这一回不需要了。 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黄脸汉, 正是昨晚赵长河一容后的黄脸, 背上还是龙雀呢, 也不知道怎么和巴图混在了一起, 巴图不认到吗? 既然赵长河在这, 这伙人还当面侵犯梁家女子, 说明这伙人肯定不是赵长河的朋友。 赵长河是知道自己在这的, 那不就很明确了, 这就是个局, 骗自己出手的, 而赵长河不知道怎么混在里面打算帮忙。 判断方式简单粗暴但又绝对正确。 男人的吟笑, 女子的哭声, 开始传扬在乱石边, 赵长河一副你们玩我不打扰的样子, 悄悄离队退开转角之后, 好像去撒尿似的。 乱石缝中丢出一个小石头, 砸在他肩膀上。 赵长河不动声色地解下身上的弓和剑囊, 还有一小包暗器飞镖, 从乱石缝中塞了进去, 同时用脚在地上黄沙滑了三个字, 陷阱, 走。 又很快抹掉。 月红铃笑得弯起了眼睛。 这种感觉真的比独自一人浪迹草原舒服得多, 不需要去赌, 去判断危机, 整个心灵都是愉悦且有底的。 杖剑携手, 共闯天涯, 恰恰是他, 仿佛原法。 就是很奇怪, 为什么每次和他一起行事, 旁边都有别人在做男女事? 声音喘得让人脸红。 月红铃响了响, 悄悄取了弓箭暗器, 又缩回了山里。 赵长和系着裤腰带, 一副刚放完水的轻松姿态回了队伍。 那边虎猎正在怀疑人生。 前戏都这么久了, 这月红铃怎么没反应呢? 是女人哭嚎得不够卖力? 还是月红铃有意在等裤子脱一半的时候发动袭击? 真要那样就头疼了, 挣脱一半的时候怎么和人打架呀? 正犹豫间, 远处传来马蹄声, 一袭红肠骑着轻松马, 往另一个方向急驰而去, 眨眼就剩一个小点了。 不跟你们玩? 狐猎? 他脑子都当机了一下, 气急败坏地起身上马, 还玩个屁,追, 只要能缠住他就还有戏。 正在此时, 狂风乍起, 呼啸而过。 肉眼可见的满地沙尘席卷而上, 只是顷客之间眼前所见全是狂杀漫天, 夹杂着碎石夹在脸上身上。 所有人下意识抬手护住了眼睛, 却防不住马, 马皮眼睛被碎石见到, 长丝乱窜, 人仰马翻。 沙漠常见场景, 不算很严重的小型沙尘暴, 突来去都很正常, 但短期对人马的限制还是极大的。 前方的月红铃紧急下马保护轻松马, 这边的人也没法追了, 乱成一团。 赵长河也在挠头, 这事搞的。 如果月红铃没跑, 躲在乱石山里反而没太大问题, 这一跑陷在沙暴之中反而麻烦。 当然双方都麻烦, 也很难推演这沙尘将会造成什么局面的变化, 就看大家怎么应对这突变了。 可见度极低的黄沙之中, 炸起剑光。 竟是月红铃断然折返, 趁着可见度极低, 对方难以协作的时机, 发起了主动突袭。 血光闪过, 惨叫声起, 虎猎身边的下属已经被秒了一个。 别说赵长河心中悸动了, 这会儿真是连虎猎和巴图等人心中都难免涌起佩服之意。 难怪这女人单人匹马威震塞北, 就这果决的处理, 真能把一众自命英雄的大老爷们碾得无地自容。 当, 常见与虎猎的弯刀交集, 月红铃并不纠缠, 红影在黄沙之中鬼魅般一晃, 剑光刺向了虎猎身边的另一下属。 虎猎的弯刀就在她身后追劈而至。 刚才的交集可以感觉得出, 自己比月红铃确实略强。 而身为开启了第一重密藏的强者, 绝对力量未必强于玄关九重, 但其他玄奥非玄关强者可知。 便如这种环境对人的限制, 沙石吹眼, 风声呼啸, 看不清就算了, 连听声辨位都不好用, 月红铃在这里的限制是极大的, 而密藏强者则受影响小得多。 在这里纠缠, 虎猎心中的把握其实是更高几分的, 只能说上天相助。 心中刚刚闪过这些念头, 虎猎头皮呼得一麻, 心中紧照大起。 弯刀来不及去批跃红铃, 紧急向后一扫, 一柄阔刀恰在此时砍在身后, 发出两刀交击的巨响。 虎猎惊目转头, 只见黄沙之中一条大汉被他这一刀击退几步, 旋即凌空跃起, 扩刀狂扫而来, 长发飞舞, 如雄狮扑时汉勇无论, 威势极为惊人。 虎猎挥刀相迎, 同时大怒, 巴图, 你战士不足是要造反吗? 巴图傻了一下, 继而恶向胆边生。 事已至此, 辩解并无意义, 因为他们本来就要吞了我们。 你们要吞我, 我不能先弄死你们。 趁着沙尘之中, 远方军队就算此时在接近也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。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, 岂可玉玉九居人下。 枪, 扩刀出鞘, 一个众批直取狐猎脑袋, 真以为老子猜不到你安的什么心。 死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